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湾导演李安荣获美国导演工会年度终身成就奖,导演工会主席Tamase-Slam盟正在《李安是个传奇导演》,一个正在展露头角的台湾电影制作人。 美国导演工会宣布年度终身成就奖名单,包括李安,福斯探照当共同主席, 安西阿特利,美国演员工会及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,高级顾问约翰·麦克·规尔,美国参议员米克罗·布彻,以及服装设计师安罗斯等人。 事实上,美国导演工会为好莱坞导演界最具代表性的团体,每年票选最佳导演几乎命中奥斯卡最佳导演, 而年度终身成就奖每年表彰为美国电影、电视商业、政府以及老公权益所贡献的个人以及机构。 历届普多具有影响力的名人获奖,包括马丁·史科西斯、劳伯迪尼诺、朗霍华等人。 63岁的李安曾以一段梅筛,少年派的奇幻漂流,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,也曾多次获得美国导演工会提名,并以温虎藏龙获奖。 美国导演工会颁奖典礼,预计10月18日,在纽约DGA剧院举行。